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们很高兴继续请来施生为我们分析楼价走势和市况 施生 你好 你好 最新一期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 就收报178.11 那算上周未跌了0.03%之后 其实今个星期也只是轻轻下跌了0.300% 施生 你认为这个数据对于我们的后市有什么启示 其实会是反映了楼市严重迟钝 还是其实不用太过悲观 如果说指数只是跌0.300% 其实跟很多人心目中的印象不一样 因为我们平时看报纸、地产版、港民版 说某某某屋邨又大减价又涉养 跌倒都十个八个起码 如何计算出来只有0.300%呢 我自己看地产版的记者 周围搜罗一些跌幅比较大的单位 因为现在大家都期望市跌 那些新闻刺激一些 因为市场上有偏高的成交 有偏低的成交 有正价的成交 统计数字的好处 就不会被人以偏概全 我们所有我们自己的成交 都会一起计算 所以计算出来 其实跌很少 如果我看回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由2020年开始 其实初期还升 最近这两个星期才跌少少 整体来说 今年还是有少少升幅 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楼市升幅 当然也不是事实 在疫情下楼市一定受到拖累 不过拖累的程度 是远比一般新闻报道 比我们的印象是少 应该市底 其实我认为都挺坚固 施先生 你都认为我们还可以 抱着一个观望的态度 也不会下调太多 我自己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市场 我怎样观察慕容 最重要的是 持有物业的人 他是不是真的信心动摇 出现恐惧 要抛售手上的楼 现在就看不到 你和股市不同 譬如这两天 股市发觉不止在中国 去到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 都一万年开来 全世界金融市场 都立即出现 可以说顺身崩溃 一跌 美国昨天跌了一千多点 这是之前升突 所以跌下来的幅度很大 但楼市由去年年中 已经因为社会问题 亦因为中美磨擦 已经饱受考验 所以现在跌下来 它本身已做了一定的调整 所以我认为 不可以期望楼市 大幅拆水的情况 应该不会出现 其次 财政司刚刚宣布了财政预算案 当中的内容 其实对楼市着物不太多 例如它没有因应过楼市下跌而减压 还有它推出10亿元的定息按揭财款 其实息口介乎在2.75至2.95 其实比坊间银行的息口更高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今年银行的加息机会亦很微 其实政府这一项的定息计划 施生你会否觉得有少少多次一句 又或者可能他只是想针对帮某一类的买家 我不是很大期望它会撤销 因为政府做事都要考虑政治正不正确 因为现在社会上 埋怨楼价过高的人是很普遍的 如果政府做一些措施 令楼价再次上升 一定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大部分普通人都觉得 这些辣椒是有利于近住的楼价 所以政府是不会在这个时候 考虑撤销辣椒 但是如果你说给我说 三种辣椒之中 其中一种其实是考虑撤销的人 买家印花税主要针对外来买家和机构投资者 我相信不会撤销 第二种是第二次置印花税 买第二间 必要性不太大 应该住 压抑抑抑抑抑这些买第二间楼的意欲 我相信也有需要 唯一是特别印花税 针对短期转让那些人 现在这个市楼价催跌 没有什么人短期转让 沒甚麼人想買日麗 有機會賺錢很快賣出去 如果撤銷了 反而令一些想放盤的人 會不受那麼多阻滯 因為以前賣了 現在看不好的市場 想放出來 計算一計算 說我賣了不夠三年 要給額外印花稅 不賣字 令市場供應減少 所以如果撤銷了 供應增加反而對樓價有一定的壓力 所以如果想樓價跌 撤銷反而有些幫助 至於定息按揭 息口比現在銀行貴 定息當然貴過現在浮息 因為浮息銀行遲些可以加回 給你10年20年都是這個息 如果純粹說定息按揭 這個計算是有優惠的 如果銀行提供的定息按揭 可能判斷這幾 不會那麼少 因為你要做一些套凳 去補助 提供這種定息按揭的銀行風險 銀行成本會增加 不過香港人以往的表現 對定息的產品 需求不大 因為你是先洩投注 你一定要有一個日價 去給銀行在正常利息之外 給多些 他才肯花手續 作安排 去做那些 Hedging 令到他可以給定息 所以普通香港人 將來加不加息都不知道 我免費時間給特利 所以香港定息產品 一直不算太受歡迎 我自己覺得 即使受歡迎 也有限作用 只有10億 1000萬一個 就只有100個人得益 做這些應該是 拉銀行下來一起做 如果你真的想幫買家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不需要為銀行設太多上限 譬如借5成那些 你給他借6成 借6成那些 你給他借7成 不是規定他借7成 銀行覺得那個人有實力 就借給他 現在政府設一條上限 銀行覺得不怕借 都不給他借 如果政府肯在這裏放一點 少許會令到一批有能力的人 買到樓 當然做這件事 亦是令到需求增加 對樓價 是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所以我相信 政府暫時也未必會做 施先生你認為放寬 按揭乘數 可能比定息貸款更加有實際效果 所以他只給一百個得益 我們現在樓市交投這麼少 一個月都有四千多五千宗 你拿一百個出來有用嗎 這些就是撩鼻一格 如果真的要放寬按揭上限 或者另一個更加個個得益的 就是壓力測試 你取消它 或者是不要生理 現在哪裏有人估世界會加多生理息 現在大部份都是股減式 多於股價式 你要人承受一個不會出現的壓力 去測試這個分明難 不是為了人家的安全 最後就是本江疫情持續 但減價盤反而特別多人去查詢 其實反映了樓市的底氣 都不是真的那麼差 可能只是短暫信心的問題 師先生你預計樓市何時可以回復正常 又或者有沒有機會來報復式反彈 如果你客觀點去看 現在市場上對樓市利彈的因素 是多於利好的因素 我認為利彈的程度是有限的 因為疫情是會過去的 我相信快3月就可能見頂 4月就可能回落 5月就恢復正常 這是最樂觀的預測 買樓是十年大計、二十年大計 所以幾個月的影響 對買樓人會看得很重 但是去年發生的社會動盪 令到社會相對撕裂 將來香港政府在施政上遇到的阻力 社會的內耗都會增加 這對本地經濟是不利的 另一個就是中美的對立 令到中國將來在經濟發展上 遇到的阻力會增加 遇到的扶持會減少 香港亦都是做很多中國生意 我們的服務業主要服務大陸 大陸的大主顧生意不好 都會影響你 所以這些都是對經濟不利的 不利的情況下 你不會樓價爆發 變成一個大牛市 現在為何樓價還不下跌 就是社會積累的財富很多 全世界還印多些錢出來 那些錢放去哪裏呢 現在大量的錢進了債券市場 如果說債券市場去得太多了 有些流出來 最近股市又不是那麼好 有一部分資金還會以地產作為儲存的模式 那麼那麼多資金在社會上 沒有地方去令到樓價 跌不下跌 這個不是一個大牛市的時候 大牛市你都要客觀環境配合 現在政治經濟都對香港不算太有利 只不過錢多 而且人們沒有錢沒有出路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想樓價大跌不會出現 想樓價大升也不會出現 可能在這些高位都要珍持一段時間 直到一些比較明朗的信息重新出現 樓市就會有新的方向 例如剛才我說了兩大因素 一個就是中美的堆勞 例如你現在發現 中國在美國的壓力下 最終它重新可以經濟靠自己的能力 都可以上升了 這樣情況明朗了 或者另一個相反 就是中國在美國的打壓下 經濟出現崩潰 就從另一個角度去 如果這兩樣東西都未出現 還在珍持 你就沒有方向 香港是一樣的 香港譬如 有人說去年這樣搞 香港沒有運行 是不是沒有運行 原來一個角度就是 香港人都走不掉 還在香港 在香港是要生活 要工作 反正要工作 但想做好一點 原來經濟都是不差 這是一個方向 另外我發覺不行了 每個人都不只申請移民 而是真正連人都走 人口流失 經濟大幅下滑 就走向另一個方向 現在兩個方面都未看清楚 所以現在這些時候 是珍持看未來會怎樣走 我們今天很感謝詩先生 為我們分析樓市 我們亦可以密切留意 我們的市況發展 今集很感謝大家